OdioJungle 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责任感使命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世界上许多国家也非常看重国家安全教育,并且在这方面下足了功夫。从皇室到平民百姓,从教材别写到立法,国防教育都是不可缺少的部分。 今天,军网将带你走进世界各国的国家安全教育。俄罗斯,国家安全教育是学校必修课。俄罗斯十分重视对学生的安全教育。自1991年起,俄罗斯各中小学,开设生命安全基础课程。2003年开始,生命安全基础成为必修课。 每个年级的学生都要学习,进入毕业成绩。课程中就包括必要的国防与军事基础知识。2015年在生命安全基础课程中,加入了网络安全章节。在俄罗斯中小学,推行网络教育课程,并将每年10月30日,定为网络教育推广日。 俄罗斯生命安全基础八年级课本。俄罗斯历来崇尚英雄,以英雄的名字命名城市、街道,建船已成为一种传统。新人结婚也要向劣势目显化。 可以说,俄罗斯将传播英雄文化,捍卫战争真相,作为国家安全教育的内容之一,以此提升国民对国家的自豪感,增强对国家未来发展的信心。 俄罗斯新人婚礼香无名劣势目显化,即将到来的5月9日胜利日,更是一场民族精神,塑造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盛大的纪念美国战争胜利阅兵史,对于全俄人民来说,是最生动的历史课,俄罗斯胜利日红场阅兵。 此外,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教育课程,还有其他一些丰富多彩的形式,如举办历史知识竞赛,召开大型校技运动会,参观博物馆和纪念馆等。 美国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是网络热点更是全民事业。 凯特去了军营,2017年8月22日,这条消息刷爆了美国的网络。 这一天,美国当红模特凯特·乌普顿,在底特律参加了军营训练活动。 这种因明星参与军事活动而引发全美网友关注的现象,已不是第一次。 这源于美国全民参与国防安全教育。 美国当红模特凯特·乌普顿体验军营生活。 早在1958年,美国就制定了国防教育法。 91事件后,政府与社会更加重视国家安全以及相关的教育问题。 美国的国家教育法规完善,国防教育形式多样。 美国高校设立后备军官训练团,是美军借用地方院校,培养军官的重要场所,充分利用地方院校的力量,培训现役和后备以军官。 美国学校还经常组织学生参观国防教育基地。 每年暑假,西点军校都会安排高中优秀毕业生参观学校,体验训练学习生活。 美国政府和军方还支持建立军事训练业,帮助训练包括孩子在内的潜在兵员,美国后备军官训练团在进行训练。 除此以外,美国社会与民众对于国际与国家安全事务也非常热心,特别是与国家安全事务相关的政治性、学术性团体,也是推动国家安全教育的主要力量。 英国,当英素花开满大不列颠,英国国家安全教育的历史远远流长,军事庆典,纪念活动,延续百年经久不衰。 每年的11月11日,英国会举办盛大的荣军纪念日,纪念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其他战争中死去的战事。 在这个节日,上到女王,下至平民,都会佩戴纸质的英素花以表哀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军与德军在比利十一普尔的田野上,展开了一场激战,成千上万的士兵倒在了火红的英素花丛中。 因此后来每到荣军纪念日,人们常用英素花十字架,来评调在战争中死难的亲人,罪恶之花,从此拥有了温情的意义。 荣军节,在英国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外,一位参加过二战的英国皇家空军老兵,把携有战有名字的英素花十字架插在草坪上。 在英国中小学,国防教育是必修课,从2011年开始,英国所有中小学日常全面实行,绿十字互联网安全守则教育,以提升学生的网络分辨能力和抗诱获力,数期则组织参观军营等下令营活动,提高学生对国家安全保卫工作的兴趣,增强学生的防患意识,吸引青年学,生残军。 英国绿十字互联网安全守则标志,英国政府认为,现代国防的含义,已超出了纯军事的范围,国防教育不仅仅是现代军事意识,战争意识的教育,还应包括现代竞争意识,科学意识,自强意识,面向未来意识的教育。 瑞士,卖出右脚时是一个公民,卖出左脚时就是一个战士,瑞士,为什么能在近二百年时间内保持中立?重要原因之一是其强大的国防实力。 正如瑞士一位外交官所说,我们瑞士公民卖出右脚时是一个公民,卖出左脚时就是一个战士,瑞士通过各种独具特色的,带有军事色彩的体育竞赛,提升全民的国防意识。 瑞士泥泥日的泥地竞赛活动便是其中之一,瑞兔联邦宪法规定,凡二十到四十二岁的男性公民,只要身体健康,必须依法服兵役,尽管其职业军人只有一两千人。 但瑞士陆军战时经四十八小时动员后可达三十五万人,空军与防空部队在战时经四十八小时动员之后可达三万多人,堪称欧洲境律,由此可见,瑞兔其实是一个全民皆兵的国家,瑞士民众在军营开放日参观坦克,瑞士政府声明,培养和保持民众的国防意识和上午精神,动员国内力量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 不只是为了争取战场上的胜利,重要的是让入侵者看到向这个国家发动进攻将得不偿失,从而达到避免战争的目的。 因此,瑞士的四大政党,都通过不同形式在全国宣传国防政策和总体防御思想,把国防活动融合到人民的社会生活之中,将国防意识变为全民的意识。 以色列,中东也小自地崛起背后,不简单,从1948年建国开始,以色列的周边环境然就非常严峻,而以色列却一次又一次转为为安,这其中就有以色列军民强烈的国防意识和高度的战备观念在发挥作用。 服献意和预备意是以色列每个公民,接受国防教育的主要渠道,以色列定义法规定,凡18到29岁的男性公民,18到26岁的女性公民,无特殊情况都要因征服献意。 以色列青少年进行军事训练,爱国主义教育是以色列国防教育体系的核心内容。 以色列把因由离之苦,带来的爱国之情,作为最重要的教育内容,将其渗透到公民意识中去,让公民意识到战败及亡国的道理。 旨在增强国民对国家及其政治活动的责任感,坚定为国家安全不惜牺牲自我的奉献精神,自愿为国家安全与利益尽义务,每逢独立日,阵亡将尸日,死难犹太人纪念日等重要纪念日, 以色列都要进行各种活动,纪念民族英雄,利用枯墙,纳粹大屠杀纪念馆等教育基地,教育公民不要忘记历史。 以色列有一个著名的马萨达古城堡,位于死海之宾的马萨达山顶上,现仍保留着两千多年前的原貌。 公元前73年,近千名犹太人,拒绝向罗马征服者投降,在这里坚守三年后,全部集体自杀。 现在这里被作为犹太民族为自由而战的象征,以色列新入伍的战士都要到这里宣誓,马萨达不会再陷落。 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以色列时来到枯墙,在枯墙中塞入祈祷的小纸条,结语,无论对于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国家安全都至关重要,它不仅关乎国家的新亡,还关乎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 国家新亡,匹夫有责,只有让每个人都参与到国家安全教育中来,让每个人成为国家安全的负责人,国家安全才能得到真正的保障,真正的岁月尽好,需要我们每个人负重前行。